因為一千好像我就變國家了 剛才我已經講過那個大的範圍之內 全球的一些轉動 在這個全球的轉動之內的話 對於國際觀瞻 人們開始有非常強大的關注 比如說過去的話 我就在自己國家之內 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現在對不起 我得注意我們國際形象 注意啊 外國人在看 因此再第二個我希望講的就是 先進的國家現在開始 推動另外一些新的普世的價值 非常值得大家擁抱的東西 在這些已經沒有辦法壟斷富裕 因為全球其他國家也富裕起來了 沒有辦法壟斷富裕的先進國家 現在開始推出另外一些東西 例如性別平等 性傾向平等 這些運動過去在他們國家裡面 所累積的表面成果 過去國家沒有太支持 現在突然國家把它拿起來 當成標杆 作為新的價值來維持這個國家的領導 去爭辯特定他的其他國家 例如像美國 美國就會拿說 我們同性戀受到極大的尊重 你看以色列就很好 以色列有尊重同志的權利 巴勒斯坦人 不行 巴勒斯坦就沒有尊重同志 沒有回到國家不行 回到國家就沒有尊重性別平權 突然這變成了新的一些價值觀 去挑剔他自己的敵果 在這樣的氛圍之內的話 所謂的接受包容尊重 變成了主要的話語 我們要尊重那些差異 我們要接受我們要包容它 在台灣的話 宗教團體雖然反同志 但是也會第一句話先說 我們是尊重同志的 但是 接受包容尊重性別多元 現在被高舉成為新的人權指標 而過去的話 政治人權是重要的人權指標 現在同志人權變成了重要的人權指標 這個轉折都值得大家注意 因為這是新的跨國政治的規範 目前正在成型的過程中 接受包容尊重這些字眼 看起來溫情賣賣 但是他再一次的確定了常規的秩序 因為這兩邊是有高下的地位 包容是由那些不需要被包容的人 失於那些需要被包容的人 而只有那些被視為偏離正軌的人 才需要被包容 你有問題 但是我度量很大 包容你 你需要問題的人 我是沒問題的人 所以這一類型的友善的溫情語言的出現 並不表示歧視 或者高下的區別已經消失 相反的 他只是溫情化了 美化了 這個標題 墮成上身 我自創的 就是一個人在上身的時候 總要把腳上的灰 墮掉 那一些牛鬼蛇神 見不得人的 甩到一邊去 人權紀錄 性別平等 動物保護 二少保護 這些現在都是國際指標的 重要的價值 這一些各國都必須要表現出來 每一國都能夠端得出來 它的人權紀錄 性別平等 動物保護和二少指標 這些形象表現成為各國都必須要符合的指標 如果有一天國際指責說 南韓怎麼還在吃狗肉 南韓就不吃狗肉了 前幾年七半已經不斗牛了 至少有一個區不斗牛了 這什麼呢 這國際形象 大家說斗牛是殘忍的 我們要保護動物 只好說 維持我們的國際形象 我們必須要終止這一類型 非常傳統的 本地文化的鮮美 民間的團體非常熱切的 很多的NGO都加入 去推動這些形象表現 專攻這些議題 在專攻這些議題的同時 與國家和國際形成 非常緊密的合作關係 在這個過程當中 推動了非常綿密的治理 就是一些新的規範 新的價值 新的要求出現 社運 在這個過程當中 社福化 社運是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是怎樣 是改變一個社會的 是從根本的職 根本的結構 去改變一個社會的 但是現在 社福化 那就是社會福利 我們照顧 我們安撫 我們安頓 所有的社福化的過程 可以從一個現象看出來 就是目前有一些學術領域 極度的成長和膨脹 例如社工 心理 各自商 還有各式各樣 跟這些領域相關的證召 檢驗措施 也在逐漸就位 這都顯示了 社福體系的擴大 而社福體系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取代了社會運動 從原來的挑戰 改變體制 轉向為分包服務體制 在這個極端看重形象 和風評的年代 別忘了全球化 國際 所有的新聞傳來傳去的 你這邊發生什麼事 大家馬上就看到了 極端的看重形象 和風評的年代 任何的道德上存疑 可能造成醜聞的所有主體 都成為威脅國家形象 和發展的罪魁破手 你不再是一個個人 做了一件壞事 相反的 你會破壞了我們 整個國家的形象 這也更強化了 邊緣主體的社會污名 原來就是社會污名的主體 原來在小咖咖 小鳳鳳裡面能夠生存 現在的話 因為國家著重的那個形象 全民渴望進入先進國家 那樣文明的形象 那邊緣主體將會 接受到更大的壓力 因為你總得要做出個 我進攻你的樣子吧 好 我剛剛說 邊緣的性別主體 會特別的陷入一些困境 性主體 在這些後進國 富裕化 全球化 地位上升的大環境中 為什麼特別的容易 陷入動輒得救的狀態 為什麼 換一句話說 為什麼雞犬不能升天 在大國崛起的時候 為什麼邊緣主體 反而要被堕到最下面 而不能夠跟著一起升天呢 我認為這跟我們相處的這個社會結構 有一點關聯 第一個當然是 作為文明化的這個影響之下 文明化 以文明化在這裡要記得 不是大陸講那個文明化 而是西方現代性的文明化 就是那些可遇的價值 都是代表的這些文明化 文明化的這個階級內涵 也就是說它表達的是 當然是上層階級 中層階級上的這種優雅 這種對於衛生和清潔的講究 對於飲食 對於品味的追求 文明化的這種階級內涵 往往會預設 對於身體和肉性的 漏股慾望的深刻排斥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大家都吃過歐式自助餐吧 歐式自助餐的話 馬上就看得出來 你的階級成分 如果你的大盤 哇 充滿滿的 所有的食物 通通堆在一堆 趕快吃 但是階級成分一定不是很好 真正好階級成分的 端了一個很大的盤子 在這邊見了一小口 走了好久才去 這邊再見一小口 就只吃那麼幾口 因為我為什麼要養生 我要追求健康 我要消瘦 我吃飯不是為了要撈本 我吃飯是為了要追求某一種境界 某一種狀態 某一種優雅 文明化的這種階級內涵 往往預設 對身體肉性怒骨欲望 必須要排斥 或者至少要克制 因此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形成很明顯的 記性的傾向 記性我要解釋一下 這是我創的一個名詞 那因為我覺得這裡的 記這個字 它不單單是包含了 對於性的顧忌 很建議這件事情 猜忌 到底這個人在幹什麼 它是什麼狀態 禁忌 這個好不要碰 忌諱 我千萬不能講這樣的話 這種都是對於性的負面的情感 同時還包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忌妒的情感 也就是在文明化社會裡面 這種一對一關係 往往使得個人的情慾經驗 十分擔保 十分有限 如果別人看到別人的豐富的 充沛的情慾活力 例如那些很吃得開的 那些有很多很多辦理的話 其實大家會有很強烈的忌妒的情感 在一個講究平等的年代 這個忌妒的情感是很致命的 這個忌妒的情感也就形成了監督他人 惩罰他人的動力 我們在最近幾年當中 中港台三帝 關切的各個淫魔 從陳冠希開始 到台灣那裡中日 到前天又出現了什麼什麼 這些淫魔的出現 其實多多少少 社會大眾對這一類型的人 所表達出來的強大的憎恨 我都覺得不是簡單的事情 是需要分析的 跟我們自己的狀態是比較有關聯 跟對方的狀態比較沒有關聯 我在這裡要強調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忌性的情感 忌妒的猜忌的忌諱的忌諱的 顧忌的這樣的情感 雖然是長久以來 就已經在我們周圍 可是當代的公民情感 有個很大的特殊點 就是這一類型的忌性的情感 會化為公民行動 忌性雖然是個人的價值選擇 也是個人的情感習慣 但是在當代這個很保守很民粹的 講求平等 講求民主的這個情感政治中介之下 個人的忌性情感狀態 可以被轉化成為 靜色的公民行動 忌性本來是 我就對性的事情很忌諱 可是靜色 可是要採取行動要禁止的 所以這樣一個個人的情感狀態 轉為公民行動 我認為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個當代的發展 值得大家注意 而我目前認為這個轉化的動力 非常重要的來自於 政治正確的道德強制 就是有一些是 politically correct的 morality 政治正確的道德 它有極大的強制性 因為誰能跟政治正確抵抗呢 道德的情感老實說 它不是一個理性的事情 它是一個充斥的情感 這個內涵的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 這個政治正確的道德 又怎麼樣變成政治正確的 它是怎麼樣去動員民眾 擁抱某一些價值 而感覺某一些道德是 完全毫無疑義 一定要百分之百擁抱的 那這跟我們當代的一些狀態 又有關聯 第一個要先講的是說 政治正確的這些道德 它有它的正當性 這個正當性 在當代非常重要的一個 權威的來源 話語的來源 是女性主義 補充一下 是良家婦女女性主義 因為女性主義有很多種 那良婦的女性主義 表達的是良婦的性 良婦或者上身的婦女公民 注意公民這兩個字 要緊張一下 因為我已經講出 她的權力的蘊涵 就是她怎麼樣 跟國家的管制體制 人在一起 良婦或者上身的婦女公民的性 總是防禦的 保護保護保護 抵抗抵抗抵抗 總是反面作為的 所以你看到良婦 總是反色情 反性工作 她通常都是反 我一一擁抱了 大概就說真愛 婦女公民或者良婦的性 通常不會積極去要求性權 所以在台灣的話 良婦的性的立場通常就是說不 說不 不會說要 良婦的女性主義 她這個很中流砥柱的性的立場 說她是中流砥柱 是因為我們活在一個性很蓬勃 各種消費文化 娛樂文化 網絡所串起來的人際關係 複雜化的這個文化裡面 其實性是一個再蓬勃發展中的東西 機會更多 但是良婦的這個防禦性 這種反這個反那個的 中流砥柱的這種性的立場 為其他的一些保守的性道德團體 像宗教團體 特別是基督教團體 為這些保守的性道德 提供了新的說法 這個新的說法 比基督教那個說 你擔犯了上帝的旨意 你是不道德的人 還更有利 因為現在說 你看色情嗎 那是性別不平等的材料 色情都是蹂躏女人的 或者說性工作 都是女人被剝削 什麼什麼什麼 新的性別平等的話語 在女性主義的論調當中 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的工具 去對抗性的發展 也幫助保守性道德的 對於一個社會的控制 以性別立場來批判 那些不符合良家婦女想像實踐 以及違反一般大眾性道德的性 在座很多人都在實踐的那些 說這些性是迎合了男性的欲望 沒有脫開男性娘具中心 或者便宜了男性等等 良婦同時還會進一步的結合 各種法律機構論述 很正當的去迫害或者污名化 從事這一類性的女人 像大老婆聯手迫害小三 這是有正當性的 我在這裡要講重點是說 這樣的論述在當代提供了新的正當性 我們取代了過去用道德 或者用宗教的批判 我們用性別平等 可以把很多性的事情 排除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外 那另外一個在當代發展的狀態 會使得剛才那個濟性的情感 轉為公民行動 第一個是說 女性主義提供了一個正當理由 讓你的濟性的情感 轉為公民行動 說我們要禁止色情 我們要禁止這個 我們要禁止那個 立很多很多的法 那第二個很重要的因素 使得我們可以讓濟性的個人情感 變成公民行動 就是危機性 也就是我們目前進入一種 精工社會的狀態 這裏的精工 很來自於精工之鳥 比如說大家開始進入一種 很不穩的一個狀態 一有一個消息出來 哇 全民跳起來 大家都在談同樣的事情 在這裡的話 很重要的關鍵串接的力道 來自於媒體和網絡 這個特殊的科技的性質 特殊的一個文化傳播的性質 很露骨的媒體報導 看網路描寫的這種風格 使得性的公共化 開始跨過了新的里程碑 性的公共化就是性 從看不見的狀態 進入了公共的領域 大家只要隨便上網路上面 看到很多帖子的標題都很手動 那我在我的email裡面 我每天都送到十幾封這一面 什麼妹妹怎樣怎樣怎樣 什麼什麼什麼 很露骨很露骨的一些語言 那這一種露骨的形態 其實使得性 常常進入公眾的演員 這些邊緣的性實界和性社群 有的時候是被媒體揭發 抓上媒體 或者呢 他們有時候也會自行的佔據媒體 去告訴你說 我們這樣的一個團體存在 或者在網絡上面登一個徵友 或者徵求某一些人一起去做某些事情 這個原本很低調很私密的性 在這個年代被移植到了公共的領域 被人們常常的看到 常常聽常常講 而且以聳動的方式報道 這個當然跟像蘋果日報 這類型的八卦媒體所帶來的 某一種報導風格有關 那八卦媒體在當代的這個流通性 或者它的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愛看 其實是另外一個值得去研究的話題 那性這種明目張膽 看起來好像是明目張膽的這種狀態 會引發我們這些尊貴的文明的公民 越來越驕貴的文明情感 因為羞恥難看 每天蘋果日報那個標題一看到就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用這麼大的字寫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過去的話就是 那個人壞蛋就是壞蛋 現在就叫做淫模 淫這個字 蘋果日報最常用的字 這樣的字也其實都在衝撞的 原來我們所習慣的某種性的低調 因為它的公共化 不斷地進入我們的眼鏈 媒體還很喜歡拍那種 誰走光啦 誰露點啦 這一類型的新聞也是性能公共化的 很大類部分 今天也明明東西講 媒體和網民在這個過程當中 雖然用非常聳動的話語去說 可是它也不能明目張膽地傳播淫秽價值 所以往往在說非常莫苦的語言的同時 要有最高的道德價值 所以媒體和網民就會常常說 我報導說為什麼 我要揭露黑暗 自命正義之師 然後有什麼事情的話 人又封鎖 積極地揭發社會的黑暗面 也當然在過程當中非常的愉快 很多在台灣的媒體啊 網民啊會滲入小眾的一些性活動 人家就關起門來 他們自己做他們的事情 可是有些人就是拼死拼活 想辦法滲就進去 然後出來以後可以寫 醜話這些報導 好嗎 好嗎